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言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303章 劫獄 上次說到 古尼森寶條尾被羅漢曼收走了 王童就跟她說 哦 這樣啊 你看看 你條尾如果被壞人拿了你就慘了 我們是好人來的 我們幫你把尾收起來吧 另外 北陽山這裡你也不可以留下 我找個地方你去吧 你去白鹿宮吧 那裡的胡解放和蕭應龍都是我們的朋友 去到那裡之後至少可以保證你生活無憂 古尼森寶聽到王童要帶走尾尾 她就說 哈 那好吧 但記得你們不可以去捏尾尾 王童就說 你放心吧 我會幫她做個套的 裝起來 那我絕對不會碰到 這樣可以了嗎 古尼森寶無可奈何唯有說 好吧 都唯有如此 這場相真是多虧古尼媳婦 如果沒有她林鎮返水 我們和佛萊山路誰生誰死很難預料 我突然想起佛萊山路 轉頭再看那個水泡的時候 已經小到剛剛包著佛萊山路 我心想糟了佛萊山路就快焗死了 再看那三隻鼓尼的時候 她們的頭和臉全都紅了 大家都看著在抄佛萊山路的家 找寶貝 完全忘記了佛萊山路和那三隻鼓尼 我馬上叫神輪收過來 叫她對著每個泡泡再加一層 免得她們全焗死了 佛萊山路的生死 再等林鎮或柳向瑪來決定 那一刻之後 林鎮就醒了 她身上的結架比我要多很多 我見到她醒了後 趕快過去幫她揭結架 林鎮醒醒後 第一個說話就是 王德佬!你不要看我啊! 我跟她說 武鎮呀!你昏迷的時候 我看了你很多次了 現在就行了 你看看我的樣子 好了 林鎮很放肯地看了我 又伸手摸了我的臉 我跟著說 是不是很光滑呢? 我幫你揭完結架了 揭完之後 你就好像換了一層皮膚一樣 慢慢來 不要急 太急的話 你會痛的 我一說痛 林鎮的腳趾就開始痛了 我很小心地把她們脖脫下來 發現她們腳上的舌頭都開始掉落 連著一條條血絲 在腳上 本來生了很多黑毛 但因為柳向瑪抽到敵寧館 寄生妖術一滅之後 那些黑毛自己就脫落了 林鎮幾乎整個臉都有結痂 撕開了之後 都有一些像雞蛋清那樣的連絲 在露出裡面的皮膚之後 我看到好像荔枝肉一樣 我趕快幫她拿了一碗清水過來洗臉 林鎮洗過之後 用自己袋裡的鏡子照了一下 一照之下 竟然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身上就暗暗想 林鎮和柳向瑪 她們兩個的心理都不太正常了 林鎮雖然流浪了這麼多年 但對自己的樣子是很自信的 她的頭髮亂七八糟 而且鋪滿了黃麗 但仍是遮不住 靈地一見就知道她是個大美人 這才是林鎮這麼多年來追求的 一旦發現自己是偉了容 林鎮肯定要自殺 現在她的容貌失而復得 之前的風髮紅都完全沒有了 現在她的皮膚亂得像牛奶一樣 林鎮看到之後居然放聲大笑 當然,跟她剛醒也有很大的關係 我終於發現了林鎮的弱點 如果令她沒有好看 再沒有自己喜歡的人 她連最後一點 伸出下去的勇氣都會沒有了 林鎮整理了自己 搞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看到東方發白 馬上又要天亮了 浮萊山路現在還封在一個水坡裡 不能讓她見光 雖然是風景區 又是旅遊淡鬼 山上又沒有什麼路可以走 但也要注意破相的問題 萬一浮萊山路被人發現 我們的後續行動就會很艱難 等大家過來問候林鎮的時候 我就問她 她說 《鎮善啊!你說浮萊山路是殺還是流啊?》 林鎮想起自己毀細容的時候 她咬牙齒齒,然後就說 《殺啊!一定要殺啊!》 我把綠骨刀遞給林鎮說 那你拿著綠骨刀過去吧 站在水坡旁邊 我叫石倫獸滅了水坡 然後你對著浮萊山路一下 這樣她就會死了 林鎮車調味 接過綠骨刀 生氣爆爆地站起來 對我說 好,我一舉左手 你就破了石倫獸的水坡吧 說完之後 她去到浮萊山路附近 拿著綠骨刀圍著浮萊山路轉圈 她在發洩,就像貓捉老鼠一樣 才不好一口咬死她 她要玩一隻老鼠 弗萊山路的狀態和之前很不同 之前她試著自己有敵寧管 她就不怕死 你捅死我這樣才好 捅死我正好脫身 現在敵寧管被黃金銅拿著 用人的血血一征,敵寧管就沒有法力 弗萊山路自己也知道 綠骨刀的死法,自己肯定會死絕 所以之前那些很囂張的態度完全沒有了 居然在水埗中和林慕蕾跪下 而且說了很多求她的說話 希望林慕蕾可以放過她 我也從來沒見過 林慕蕾主動說要殺死什麼 今次看怕她真的生氣了 打人就不打仰 殺人就不毀容 毀容這件事是女人最痛恨的 但林慕蕾主了三十多圈 馬上就於天亮了 都沒見到她下手 我就很心急問她說 林慕蕾,你快點,天就快亮了 林慕蕾立即劈下綠骨刀,大聲喊 哎呀,我真的無法下手 我想了一下 今次都算是蔡翁失馬,焉之飛虎 我摸了一下自己的樣子 好像比之前更光滑了 那也是拜佛萊山路所賜 要不然我就不殺她了,你來吧 我想了一下還是算了 畢竟佛萊山路也沒了我怎樣 我身上也沒少了些什麼 那就不要用她來製刀了 但我要問問柳向蕾 還想不想殺佛萊山路來撕粉? 畢竟整件毒品案是起源於佛萊山路 如果沒有這隻妖物在搞搞陣的話 她爸爸和哥哥又怎會被人抓了呢? 我將綠骨刀遞給柳向蕾問她說 向蕾,那你殺不殺佛萊山路呢? 劉向蕾問了我,微微笑了一下 接著說 黃德佬,你現在才想起我嗎? 你們兩個不是殺得很熱鬧嗎? 我以為還輪不到我上手呢? 我這樣才發現劉向蕾在喝醋 馬上就說 向蕾,是我錯了,我真的錯了 我應該先問問你,你用不用嗎? 劉向蕾另開臉,接著說 不用了,我爸爸和哥哥的事 確實是因為你的妖物而起 但最終在李子豪有意禍害 如果沒有李子豪 浮萊山路又怎會知道 柳士集團是什麼東西呢? 我根本就不屬於和你的妖物一般見識 只要他以後不再害人,那就好了 你自己看著辦吧 黃金彤見到我和柳向蕾,互相在推來推去 他瞪了我一眼,然後就說 你們兩個白癡,等我來吧 接著他拿起了地上的綠骨刀 走到水坡面前,對佛萊山路說 你說啊,你想生還是死啊? 佛萊山路即時,叩頭叩到像搭蒜頭一樣 他說自己想生 黃金彤跟著說 想生就好辦啊 這條敵寧館你拿不回了,是我的了 我幫黃德錄收編了你 記得啊,你現在是老龍團的人 黃德錄,你過來下個重班 每年整通他一次 黃金彤確實很聰明 我就沒想到原來可以收編 黃金彤的這個做法點醒了我 我真的應該收多點馬仔回來 我走過去對佛萊山路說 不是不是不是,你不是老龍團的人 你只認我黃德錄就行了 和老龍團沒有任何關係 你如果肯幫我做事 我就可以放過你,等你有命 然後轉過來對黃金彤說 金彤大哥,你拿好你的敵寧館 我要燒了這個水坡了 黃金彤用力捏住了敵寧館 我叫食倫獸釋了蟲髮 薄萊山路又跪在地上不敢起來 那些小狗都趕快過來在薄萊山路身邊 嚇到全身上下肌肉絲冷震 我看到這四隻蟲子成王成虹的樣子 吩咐了他們一聲叫他們起來 薄萊山路還不敢起來 口內專稱我做老鮮師 我心裡想,我哪個老啊 怎麼鮮師啊 簡直就是那無契之淡 不過在我內心深處,他這樣拍馬屁我還很受用 但我卻沒有被佛萊山佬衝分頭腦 以為專稱我幾聲腦才師,我就會忘記下重班了嗎?不可能 在岸山門裡防不勝防,我要對佛萊山佬獲雙重保險 於是我洗蟲王對佛萊山佬下了長班一年發作一次 那意思就是佛萊山佬一年要進建我一次,做到年年進攻碎碎清神 每年替他解釋重班,順手再種明年那個人 種完重班後,我這樣才長長傷一口氣對佛萊山佬說 按你之前做了那麼多壞事,我殺了你也出來替天行道 你要知道這一點,現在你既然歸信給我,那就不可以再害人了 山裡的其他酒壽你可以吃,但那些人你就不可以傷害了,你知不知道? 佛萊山佬口內口口聲聲聲話知道,繼續在扣頭 我又說,我在三月初三要去參加紫雲山大會 你記得要提醒紫雲山等我的,不可以不去的 佛萊山佬就連續說 啊!不膽不去,不膽不記得 我見到他懂得害怕,繼續吩咐他 那好吧,你進入山洞裡吧 你山洞裡的所有東西,我們會選來看看 有些合適的,我們就會選走 那就是你孝敬我的 浮來山路哪敢出聲 連人骨房車都被我們打爛了 其他東西就沒什麼緊要了 他灰溜溜溜溜溜回到山洞裡 我不走,他也不敢關門 於是,張出望選了一大袋古靈精怪的東西 其他東西都堆在浮來山洞的門口 天亮的時候,我們在車上樓下吃了早餐 柳向曼就說 現在整件毒品案的來龍去脈都打探清楚了 李子豪今次是要趕盡殺絕 現在整件案裡的關鍵證據就不可以出庭作證 那也就是說,正規的法律途徑就行不通了 那麼我們唯有通過一些非常規的途徑 來救我爸爸和哥哥吧 我想,我可以把爸爸和哥哥關押的地方打聽出來 我們用山序子幫爸爸和哥哥救出來吧 我下頭就說 是啊,其實早日應該想到了 我們的證據不可以用 用山序子去抓人 分分鐘的事,包在我黃德陸身上吧 但黃鵪彤就看一口氣,接著說 熊山序子去抓人過來,那我沒什麼問題的 問題是,你們知不知道看守所是什麼樣子的? 大家都另了頭,我們這麼多人 除了黃鵪彤入過監倉之外,大家都沒進過去 也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情況 黃鵪彤就說 全國的監倉都一個樣子 在南面是個大鐵廊,是封閉空間 那裡是放蜂蕭 在北面就是犯人住的地方 中間就是衛生間 監倉裡面是份大通鋪 理論上說,10至12個人是一間監倉 人多的時候,可以逼20個人 暖氣片在屋頂上,你碰也碰不到 晚上有兩個人輪流直夜班 用那些牙刷都是套在手指頭上 不可以用來做打鬥的利器 無論你站在哪裏,都有攝像頭照著你 連廁所馬桶的位置都有監控掃到的 我明白黃鵪彤的意思了,接著說 那黃大哥,你是擔心我們會破損? 黃鵪彤用手指彈了煙灰,繼續說 對了,如果說看守所裡有個犯人無故不見了 攝像頭裡又沒有失蹤紀錄 或者時間一久了 有人去哪個理由出來掩蓋就沒事了 但如果有監控紀錄 見到是被山序子捉走的 那我們就會很麻煩了 劉鵝彤很失望地看守黃鵪彤 他對眼水汪汪,看怕馬上又要哭了 黃鵪彤見到他這麼楚楚可憐的樣子 馬上又說 我還未說完,你不要哭著 憑我這麼多年坐牢的經驗 唯有廁所那間門 上半個是有機玻璃 下半個是封閉了的鋁合金門 在關門之後,人蹲下身 整間監裝和監控都不能拍到那裡 只有這個死角 那個死角通常是打人或用來吸煙的地方 劉鵝彤很興奮地看守黃鵪彤 黃鵪彤又說 如果和劉鵝彤的老爺子或哥哥約好時間 蹲在那個門下 我們到時候去抓人過來 那就不怕破傷了 現在就欠了一個可以傳訊息的人 劉鵝彤的臉色即時又很失望 但怎樣也好也有出作性 於是他又說 那我看看可不可以用一些老關係 幫我爸爸和哥哥傳說話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約定的時間是選擇在三更半夜 其他人都躺下的時候嗎? 黃鵪彤就回答他 不用不用,大概每天七點多的時候就可以了 因為那時候 全國監倉裡面都會做色凡人看新聞 那個時候下手最適合的了 我笑笑口又說 不用用什麼老關係的 向晚,你現在被人在通緝中 除了我們之外 最好誰都不要見 我們用蟲不行嗎? 林浩蕾想了一下,接著說 但可以傳訊息的就是白鹽快鼠 你那隻白鹽快鼠早就死了,那怎樣傳呢? 我接著說 那這樣很簡單 再說多一個好用的蟲仔 這樣就可以了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